对于曾经的口无遮拦 小王说自己当时年轻不懂事 今后会用改变和行动让丈母娘满意 即便如此 陈女士的女婿依然没有信心 见此情景 小李主动替丈夫解围 我从小我妈都跟我说了 你要找一个男的的话 就最好连门当户队都不要 最好是能够下嫁 只有下嫁你才能牢牢地打控住这个婚姻 小李直言 她跟丈夫的结合 正如母亲期望地下嫁 她也牢牢掌控着婚姻的主动权 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还不满意 思来想去 小李认为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母亲跟父亲之间的特殊结合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 每日营养 一品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节目继续 因为我妈跟我爸的婚姻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 我妈呢是牺牲了37岁的年龄差 嫁给了一个可能从出生到许丽 都远高于她的一个男人 就是我父亲 在当时的话我妈很年轻 我妈比我爸小37岁 但是我妈在当时又漂亮又年轻又聪明又头脑 会做生意 我很敬佩我妈 在我小的时候可以用得上崇拜这个词 虽然说学历并不是很高 但是她对学习的意愿和对学习的这种追求 是很多到今天城市的孩子都比不了的 爸爸是出生就非常的好 当然学历也很高 在学术界也是可以有个头脸的那么一个人物 然后人品啊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性格 都是OK的一个男人 由于他和我爸之间的矛盾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对我爸是有一些意见的 我觉得他在欺负人 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想 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想的话 其实我爸是自卑的 他的很多顾忌的反应 是在维护他自己的那个尊严 但是他维护他自己尊严的方式 是去践踏我妈妈的尊严 然后我小的时候 整个童年历程 还是比较痛苦的 像我小朋友经常睡睡觉 然后哭着就坐起来 梦到我爸又把我妈给打了 会梦到这样的梦境 包括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 有的时候都会害怕 突然间广播时喇叭会响起来 说叫你回家 你家里又发生什么事了 会有这样的害怕 所以当我妈跟我说 说你找配偶的时候 不要去高盘 千万不要去高盘 你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 包括我曾经就是 就会过一个男生 可能真的能谈得像是门当户对 但我妈对那一个男生 是很反对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 就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家的长处 高于我们家那个短板了 对 然后我妈还怕我会受欺负 所以这种下架的心理 可以下架 下架是OK的 他重在我脑袋里面 我是这么教育他的 我说找丈夫 不能高攀 比如说地狱脏不限 他是不是北京人 无所谓 学历不限 我认为这个学历 只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内在的内涵 一个人的内涵 是很重要的 家境无所谓 他家有没有房子 无所谓 在我跟我丈夫相处过程当中 我妈心态产生了变化 这两年他反而是 以一个男人的经济力量有多 实力有多强劲来衡量了 已经不是下架的概念 而是你应该是被丈夫带领的 对对对对 他现在比较希望我处于幕后 我妈对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我觉得你哪个都很好 虽然说你有两个孩子 但是你各方面能力强啊 你完全可以 比如说你牺牲一个 十岁左右的年龄差 然后可能对方也有个孩子 但是他挣得多呀 你让他处理挣钱 然后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带三个孩子 我觉得你可以带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理想化了 一个是我不愿意冒这个险 另外一个我也从情感上来说 我目前没有做好 跟我老公去进行一个歌手的准备 明白